挨什么六四啊 再挨的话 更多人死掉就有啊 挨挨挨 什么六四啊 召虐就有啊 这个活动不单是一种叛国 还有叛人民的行为 那个民进党 Oh my god 竟然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Holy event 那样 can die 神圣的活动 要不要送别人去哈利路亚一下啊 他们的做法不再支持那些 暴徒行为吗 那些暴徒分子啊 还有啊 疫情死了那么多人不要去管 去举办那些有的没的 六四叛徒 巨人击败活动 Oh my god 难道这个活动比拯救那些 躺在船上的疫情 病患者的生命还要重要吗 推倒那个六四活动就推倒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放我烧他都可以啊 这种烂 什么六四的 什么经验的 什么东西 好羁绊 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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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羁绊 不败 去羁绊那些石永英德 出卖国家的 罪犯 羁绊 羁绊 目前还有什么事情比现在的疫情爆发 还更重要的啊 就算是庆祝国庆日 也不重要啦 那么多人都要死了 还是已经死了 庆祝什么都是多余的不是吗 更何况是这种不上不适六四叛国活动啊 简直是罪过啊 到底现在是解决疫情死亡力 或是那些为了西方人击败的那些 背叛主宗 背叛国家的暴徒分子 比较积极啊 要是有兴趣 去盗念那些六四分子 不如我们去关心那些 因疫情的受害者 不是更好 那些暴徒分子 值得我们去击败 去盗念吗 太没有sense了 no sense at all 现在是拯救人民最重要的时刻了 不是悼念什么六四八四的 已经有很多无辜的人民生命了 还要击败什么啊 搞这种纪念活动 根本就是一种 浪费时间还有叛国的事 哎呀 这也很自然啊 老蔡本身父亲就是一个叛徒者 叛徒 谁为他叛国叛名算是对他来说 这是个很非常 natural的 应该的 人民有他这种 会青梅的总统 真是一种 唉 keep sing啊 悲哀啊 那个六四活动表面上看起来 他是为了支持民族自由 但实际上所做的事情是一种 为洋人为美国一起 哦我们华人啊 出卖我们的价值 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时候 那个民进党能把精神时间力气放在 支持六四活动 又去看大陆 哈 这个时候去找麻烦 进入大陆干嘛 病毒不去看 天天只会看大陆 该做的事情不要做 而去搞那些无聊的活动 不但他们没有办法解决病毒的问题 还浪费时间为了他们的政治利益 搞民族去搞这些有的没的六四八十的 民族 算了吧 什么民族啊 民族就有啦 天天在台湾因为病毒死了那么多人 还不够啊 哈 不是民族是什么啊 哦 还有那么多从日本美国进来的疫苗 反而死了更多人 好笑吗 从日本拿疫苗 反而越来越多人因病毒而死 不如跟大陆合作一起对抗病毒 不是更有意义吗 反什么反看什么看啊 天天都反看大陆干嘛 还搞什么六四活动对抗大陆啊 有意思吗 是不是还要再次再搞撕裂中国啊 那个到底是什么总统来的 吃马桶啦 跟大陆合作传结必要 而去支持这些无伤不失的叛国的活动出来 召灭啊 真是召灭 再说这个活动完全是为了他们 美帝分化国家的阴谋 民进党那般人真是无知无耻 还在一直消费民族 利用六四这个神主牌 Holy event 来击败那些叛徒 屁啦 什么六四啦 活人不去救 反而洋气马桶去击败那些叛逆的暴徒分子 Oh my god 怎么会这样的 唉 真不可思议 要是你们喜欢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分享 Thank you